美国每日施打率下降百分之四十七 三十六周疫情升温 新增感染率暴增到百分之九十七 七周禁止公立学校强制学生打疫苗 法国总统宣布强制医护九月前完成接种 否则领不到薪水还要重罚 进入餐厅购物都要出示疫苗证明 消息一出预约系统灾报 民众排队强打疫苗 马来西亚无限期封城已经五个多月 周二单日确诊一万一千多人再创新高 一间疫苗接种中心爆发两百多位医护志工确诊 东京奥运倒数九天 全首村低调启用实施浩泡模式 一切必须照守折行事 但出现接待饭店隔离选手与一般住客一同吃饭景象 香港书展今年复办 是香港国外法实施后首度举行 如在无形枷锁下涉及敏感议题的政治书籍 现场未见 观念晚安 欢迎Focus全球新闻 头条是东京奥运 在九天东京奥运就要揭幕了选手村开幕 不过这次选手村开幕是静悄悄的 当然没有任何的庆祝仪式 似乎象征也预告了这次冬奥一切 可能都跟有史以来冬奥会很不一样 不过选手村里面有非常严格的防疫手册 那么所有参加奥运的各国的相关人员 都陆陆续续比选手早点入住 那么开幕前五天 选手会正式住进去 那大概就要到这个星期日或是下个星期一了 那么奥运碰上东京疫情最严峻的时刻 所以选手村以泡泡模式隔绝 不过日本的媒体立刻拍到在逐地的外围 有非洲一些国家队的相关与会人员 违规外出 因为那段时间他们应该是要隔离14天的 另外接待饭店只能让隔离的人 跟一般房客共用饭店餐厅吃饭 这个奥运泡泡可能有一点破裂的问题 也有人直指目前这一些缺点显示 奥运的防疫泡泡规章完全如同虚设 东京奥运倒数九天 选手村开村了 东京奥运在创新力 选手村开得静悄悄 没有大型庆祝仪式 也看不到选手热闹入住 只有与会相关人员 三三两两步入村子 今年大会除了比赛是成绩 恐怕也要较量 哪个国家是防疫有得深 2020奥运命运多喘 在主办城市疫情最严重时刻登场 也因此东京奥运一切得照守测形式 国际奥运会主席巴赫 敌日后首场公开行程 没想到严重口误说错地主国 在日本一片反奥潮当中 再引发批评声浪 不过奥运官方们口径一致 安全安心绝对是最高准则 因此选手村立下严格规范 包括每日PCR检测 禁止自由外出 不得程聚饮酒等等 与会人员以及海外媒体 也都要遵守防疫手册 有的外媒照张行事 14天隔离期内 尽量避免与外界接触 当然也有不守规矩的 日本NHK电视台 投机媒体中心 以及外国人感兴趣的周边地区 果然在逐地场外市场 遇到正在隔离的与会人员 依照防疫手册 入境后14天 禁止观光 不许外出散步 在官方的理想中 所有人只要遵循手册 就能保奥运泡泡坚不可摧 但实际上 泡泡模式困难重重 大会手册规定 14天隔离期 只能在指定场所用餐 如下他地 无设置合格用餐区 需在随行者监督之下 外出购餐 而随行者 可以是饭店人员 或特赦警卫 但真正落实起来 才发现不切实际 不只行动难以控管 饭店碍于空间问题 只能让隔离者 与一般房客 共用餐厅 所谓的泡泡 已经不存在 更增添染疫风险 一都三线13号 燃疫数全都大于上周同天 尤其东京 连续24天 每日确诊超过上周同天 Delta感染者更高达178人 创下单日最多 首都圈疫情 濒临沸腾 一届几乎国家 应尽快完善疫苗接种体制 然而对照各地 不断被删减的配给量 日本想真正战胜疫情 恐怕还得再等等 提到日本跟国际体育界 那么在2010年 除了东京奥运之外 还有一个名字 一定会被记下来 那就是大谷翔平 他在美国职棒 不断地创造历史 他成为大联盟明星赛史上 第一个以投手跟指定打击 双重身份出赛的选手 明星赛前 大谷翔平先穿着西装 走红毯 他受访的时候说 这种场面 他并不太习惯 大联盟明星赛 球员带着家人 走紫色红毯 大中午球员跟家人 盛装出席 展示球场以外的造型 小朋友超强劲 但最引人注意的还是他 日记头打二刀流 大谷翔平 大谷翔平只有翻译 水源一瓶陪走红毯 两人都走低调路线 大谷翔平穿深蓝色西装 搭配白T恤白球鞋 照着工作人员指示 大谷翔平接受一个又一个的转播单位专访 也会配合一些特殊要求 不担心球场上挑战的他也坦言 对这种庆典式的活动 真的不在行 大谷翔平在去年才有官方Instagram 一年多来只更新16次 还有将近百万人追踪 他清楚知道自己的目标 在球场上全力以赴 大谷翔平是职业棒球最大话题 投打二刀流正是他的独特性 也永远具有话题 美国职棒大联盟已经准备好 将大谷翔平打造成超级球星 而大谷翔平本身就是个品牌 接下来球迷将在各个管道 看到更多铺天盖地的大谷翔平 TVB的新闻 黄松普林嘉辉 美国丹佛采访报道 好 接下来今天我们要关注 东南亚越烧越严重的疫情 就是马来西亚跟印尼两个国家 马来西亚是从上个月开始封城 但是疫情完全没有好转 在马来西亚上个周末开始连续三天 新增确诊都在9000人以上 13号创下了高峰 一天新增突破万人 马来西亚疫情最严重的州 一间疫苗中心爆发感染 454个员工当中超过200人筛减成阳性 另外一个东南亚国家印尼 单日是5万人确诊 8天以来累计新增确诊就30万人 马来西亚连民间志愿的救护车 都已经消化不了庞大的送医需求 所以现在国外的捐助转向了印尼 捐疫苗 捐氧气机 希望印尼失控的疫情 能够尽量控制住 马来西亚雪兰俄州市区的疫苗中心 车道拉起封锁线 告示板上抖大的自体公告 紧急关闭一天 因为爆发感染超 我已经不向了解一天 早上来收你达了之后 的区域驻 204区域驻 在周末进行筛检的医护人员和志工 454人中居然有将近一半染疫 疫苗中心赶紧消毒 并且更换一批新的工作人员 保障14号重开后接种环境的安全 雪兰俄州是整个大马开发程度最高的州 却也是全国疫情最严峻的地区 一半以上的新增案例都来自这里 当局呼吁9号到12号 有到访过疫苗中心的民众自行隔离10天 但是没有对外公布需要匡列的实际人数 而不幸中的大幸是 这批确诊者中病毒量比较低 因为疫苗中心88%的人工都已经接种 具有防护力 马来西亚从6月份起实施全面封锁 但是疫情仍没有明显好转 9号开始连续三天 新增确诊者都在9000人以上 13号更创下破万 11709人的新高 当局为了防疫加速打疫苗 没想到却让接种场合成为病毒扩散的温床 目前马来西亚全国累计约85万6000人确诊 死亡人数约6400人 接种率是25% 完全接种率则是12% 当局表示除非单日新增确诊人数降到4000以下 疫苗接种率达到10% 还有加护病房需求降低 否则封锁措施不会松绑 面对解封的未知数 还有封城下经济和生活受到的打击 民间发起了白旗运动 白旗运动从网路上发迹 有困难需要食品物资援助的民众 在家门或是窗外挂上白旗 让周围的有心人能及时送暖 疫情前拥有自己的椰子米事业的商贩 在一连串封城规定后再也无法做生意 透过白旗运动出乎意料得到回馈 许多陌生人亲自登门协助 在无限封城的黑暗时刻 社会上互爱互助的美好风气显得弥足珍贵 然而在东南亚另一个国家印尼 新冠病毒更加猖獗 医疗体系早已紧绷 印尼民间和国际组织提供私人救护车服务 还是难以消化庞大需求 13号单日全国就增加 四万七千八百九十九例确诊 过去八天更累计将近三十万惊人的数字 单日八百六十四的死亡人数 也成为当前全球最高 印尼疫情在一个月内恶化七倍 从去年三月起 累计超过两百六十万人感染 六万八千以上死亡 患者等不到病床和缺乏氧气 完全接种者只占全国的百分之五点八 即便有来自国外的援助 仍然是一片水深火热 美国专政的三百万剂 莫德纳疫苗十一号抵达印尼 十三号印尼也再接收了 另一批中国大陆国药疫苗 政府计划下星期开始 为医护人员施打第三剂 不过基于防疫考量 日本已经决定包机撤侨 台湾的华航和长荣航空公司 也暂停往来印尼的航班 等待如海啸般的疫情狂潮退去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 接下来我们关注香港 更爱国的香港 使得香港现在的面貌 和以前完全不一样 它今天开始恢复办香港书展 那么国安法之下 书商很怕彩虹线 特别是各种敏感的社论类 或者是讨论政治敏感度 这些书籍在今次的香港书馆上 完全消失看不见 那么香港现在的氛围 是不断强化 对于中国北京的认同 因此会有一系列的爱国教育 港大学生会对于七一刺警案 行凶的男子轻身 发文哀悼 引发香港政府不满 要对学生会展开调查 说哀悼文就是违反了香港国安法 要求港大立刻做出处置 因此港大切割 不承认这个学生会 没有一窝风冲进场 而是随着排队顺序 量体温扫码登记 走入展区 因疫情停办一年的香港书展 今年得以恢复举办 但人气不如过往热烈 因为他们的客户分了一层层 我们会不需要冲得这么快 在头位买到都是正常的 没什么特别的心情 主办方订下许多防疫规定 除了共展全程戴口罩 不可带外食进场 设指定用餐区外 现场翻书一旁就备着酒精消毒 甚至不少摊位 干脆把书封装在透明塑胶袋内 其实是想将全部的书包完 那就可以令到 因为都怕消费者 你知道疫情都挺严峻 我们都不想令到大家受感染 今年好像比较整一些 可能少两三成都不出奇 尽管书展特别优惠 送出三万五千张门票 让只要打过一剂疫苗的人 能免费参加 但书商对销售仍不乐观 因为这是港区国安法上路后 首次书展 书商就怕摆在摊位上的书 彩虹线 不仅涉及敏感政治书籍 绝对消失 连许多讨论社会问题的书 也不敢摆 如果看回我们今天摆的书 其实就不完全 不是很直接关那个反手力运动事 只不过是那个作者本身 可能在那个运动中一定的参与 因为始终我们在出版的过程之间 都做了很多的审查 提清楚内容究竟有没有违法的了 一场书展 像是出版业的白色恐怖 虽然主办方藏调 没听说有关部门会入场审查 但要大家自律 如此谁还敢轻易挑战 出展受制政治压力 五行加索 任何反对政权的行动 言论都可能遭到清算 江南大学学生会就因为 对七一刺警案行凶男子轻声 发文表达哀悼 遭港府痛斥是美化暴力 要对学生会展开调查 认为埃道文违反国安法 就算学生会已经为此道歉 港府仍不罢休 并要学校处理 港大做出切割 即日起不再承认学生会 香港学生组织鲜明的反中立场 向来就让港府十分忌惮 除了打压许多香港亲中派人士 更认为这是香港爱国教育做得不够 香港在回归前 甚至在回归后 都没有系统的爱国主义教育 反之 一向在学校推动国民教育的工作 就被别有用心的人和传媒 大肆污名化 可以说是遗害甚深 要强化爱国心 香港教育局表示 未来要从右卷开始 让学童认同中国大陆 也会安排学生到大陆参观 一系列红色展馆 像是中国国家博物馆 上海历史博物馆 加深了解中国共产党 用国安法制约意义声浪 紧接着是洗脑式的爱国教育 下一代的港人将无可避免的被中国化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 一起来关注黎巴嫩 在2020年8月的时候 黎巴嫩港发生了爆炸事件 那么一年之后 黎巴嫩的整个社会 濒临崩溃的边缘 由于疫情催化 使它的货币贬值超过九成 黎巴嫩80%的家庭都吃不饱 首都贝鲁特的街头加油站 每天为了加油要排队数小时 另外黎巴嫩已经很难买到 任何生活物资 黎巴嫩现在的政府 是属于看守内阁 他对于一年前发生的爆炸 不愿意仔细调查 甚至拒绝审问高官 到目前都没有人扛则下台 那么使得一年之后的 这个爆炸案的罹难家属 直冲内政部长家 黎巴嫩警方立刻出动 震报警察和崔利瓦斯 总之这个社会呢 是冰进失控边缘 曾经被誉为中东瑞士的黎巴嫩 现在却成了这副模样 被多重危机包围 经济崩盘 粮食汽油短缺 再加上去年8月首都贝鲁特港口爆炸事故调查 至今没有进展 引爆罹难者家属愤怒 上百人手持王者照片和假棺材 直冲看守内阁内政部长的家 家属愤怒难耐 因为内政部长法米 拒绝让情报国安首长接受训问 那场大爆炸造成超过200人死亡 7500多人受伤 但近一年下来 没有任何高官被究责 当时黎巴嫩政府承诺 司法会尽速给一个交代 但这个承诺就像其他许多官方承诺一样 到头来只是空投支票 两年来黎巴嫩的经济因新冠疫情 犹如自由落体般恶化 黎巴嫩的流通货币里拉 贬值超过90% 通货膨胀失控 经济大幅萎缩 让这个一度中等收入的国家陷入贫穷 根据联合国 77%的家庭都没有足够的食物 但政治人物显然无动于衷 政府机能更因内斗瘫痪 这位来地方电台领取 专赠食物的妇女 两年前她月薪超过800美元 相当台币22K 现在却不到80块美金 约台币2200 街上的加油站更是大排长龙 过去几个星期 因等不到游 拳脚相向开枪无所不见 有人等了好几个小时加不到油 被迫推着车子前进 外汇短缺 让仰赖进口的黎巴嫩 燃油 药品 民生物资 什么都缺 每天还要断电几小时 威胁医院和食品商店营运 这个人口600多万的国家 当中包括100万叙利亚难民 从2019年底就开始出现 经济和金融危机 世界银行称它是1850年代以来 最惨的危机 黎巴嫩总理坦诚 距离社会爆炸 仅几天之遥 呼吁国际社会伸出援手 黎巴嫩政府对现况束手无策 人民只能更加绝望 为了让人民有个宣泄管道 这位广播节目主持人 从去年初就开放听众口音 这位广播节目主持人 我没得到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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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完全被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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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死亡 我们开始因为 Lebanon是结束 Lebanon like we said bye bye 什么都没了的黎巴嫩 至今依然看不到谷底 眼看黎巴嫩国家社会 濒临瓦解 法国表示 欧盟已达成共识 将对黎巴嫩领导人发动制裁 以施压他们尽快组成稳定的政府 结束黎巴嫩自我毁灭的模式 体力生活总裁报道 欢迎回来继续focus 在疫情期间这一年多 到餐厅去外带外送 这个经验相信 您大概也有不陌生 不过私厨到家就比较少了 在美国有人在家里 举办小型的聚会 要找到私厨到府去烹调美食 这个趋势目前越来越普遍 美国亚特兰大有一个烹饪爱好者 他把握这一波商机 开拓了私人主厨的派对业务 一个月收入可以超过新台币39万 现在的收入比细股工程师还好赚 不只在厨房里创造美食 还有欢笑声和愉快的碰饪体验 自然厨师成了疫情期小型派对里 重要的角色 在这一边你也可以放任何你喜欢 我认为我有一点烹谷 也有一点烹谷油 很多旅行和派对疫情都禁止了 因为疫情 所以他们意识到 我们想要有一个亲密的经验 所以他们在Instagram找到我 迈克通常会带着宾客学习 做一些简单的开胃菜或是披萨 炒热气氛 宴会当中的美食 也是由迈克一展长才 这样一场私人餐会 每位宾客收费大约在150到350美元 迈克平均每个星期 大约会有四场小型派对 一个月的收入可以达到 1万4千美元 甚至超越细股科技业的平均薪资 我认识到我做了一个大费 我认识到我花了一年 我认识到我做了一个大费 我认识到我做了一个大费 我认识到我做了两个月 他认识到我做了一个大费 他问我能够做一个大费 我能够做一个大费 他妻子和她的伙伴 然后我认识到我 可能会不会 我认识到我做了一个大费 不只是办派对 吴迈克还在疫情期帮矽谷科技公司 开设线上的烹饪课程 同样大受欢迎 迈克把自己到世界各国旅行的体验 全都融入菜色 再加上独特的个人魅力 成为话题主厨 虽然连预约的网站都没有 但在社群媒体上口耳相传 私人厨师的档期 已经一路排到年底 开创全新的美食体验商机 TVA新闻综合报道 而整个美国现在的情况并不乐观 它的疫情已经从趋缓又反转增强 现在美国平均的新增感染数 上升到97% 有36个州新增人数不断增加 全美新增减少的只有4个州 以上个月的死亡数来看 99%的人被新冠夺命 都是没有打疫苗 那么只要有6成人口接种的州 感染人数都大幅下滑 美国现在有14个州 接种的人口不到4成 其中全国最大的一个疫情热区 就是密苏里州 它的感染率是全美最高 那么这一州 还有其他几州 很大原因是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 共和党执政的州 到现在拒绝打疫苗 立法禁止当局要求接种 田纳西州就有一个卫生官员 因为贴出了14到17岁的青少年 可以自主决定打疫苗 因此这个官员遭到开除 美国逐渐趋缓的疫情出现反转 近日感染人数快速增加 平均新增感染数上升了97% CDC公布6月染疫死亡统计 99%的人都没有打疫苗 目前36州的新增感染人数增加 只有四个州减少 前线的医护人员也感受到疫情升温 大医院的医护人员开始被派遣到分院支援 像是华盛顿特区的一间分院 突然就涌进130名的确诊病患 美国从上周开始 每日接种人数下降了47% 资料显示超过半数人口 接种疫苗的州 感染率都大幅降低 但可惜的是 美国有14个州 接种人口不到4成 其中又以阿肯瑟和密苏里州 施打医院最低 他们的人均感染率也最高 密苏里州的医院爆满 死亡人数还在攀升 这一波疫情也有年轻化的趋势 而且症状较较之前更为严重 美国民众对打疫苗的迟疑 除了是对副作用有疑虑 还有很大的部分是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 越来越多的州特别是由共和党执政的州 立法禁止当局要求民众打疫苗 或是提出接种证明 保守派人士甚至因为总统拜登 无法在国庆日前达成七成接种目标而幸灾乐祸 近期还有七个州针对公立学校立法 禁止校方要求学生打疫苗 一名田纳西州的卫生官员 在社群网站上公布法律备忘录 条文规定14到17岁的青少年不必经过父母同意 就能打疫苗 这位官员后来因此被开除 疫苗和疫情两者之间 此消彼涨 而随着两条曲线变化的还有经济数据 美国近日失业人数微幅攀升 六月通膨率升幅为0.9% 创下13年新高 由于病毒盘缓不去 全球供应链也无法恢复正常 加上美国油价走扬 更带动物价上涨 经济学家现在为复苏开出的解方 恐怕与防疫专家相同 那就是快打疫苗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英国下周一解封 而法国也开始要解封了 这两个大国同时都还面临 Delta变种病毒的逆袭 以法国来说 平均每一天新增确诊4000人 是上个月的两倍 马克宏宣布了一个很重要的新措施 法国人进入电影院餐厅剧场 一定要出示健康通行证 全法国所有的长照工作人员 医护人员一定要打疫苗 不打的话就会被惩罚 这个规定出炉之后 法国的预约系统立刻塞爆当机 24小时之内将近80万人登记 赶快要接种第一剂疫苗 一起来了解英国跟法国 排队人龙漫长等待时间 只好滑手机解闷 法国里尔的大型体育场外 聚集大批民众排队打疫苗 估计13号这天全法国有79.2万人 接种第一剂疫苗 因为法国政府前一天晚上宣布 虽然没有强迫一般民众施打 但进入电影院 剧场 餐厅等场所将需要健康证明 总统马克宏的这波新措施 还包括不再提供免费PCR检测 因为法国人滥用PCR代替打疫苗的乱象 自4月以来再创高峰 估计政府免费提供的PCR 每周就要花1亿欧元公帑 约合台币33亿元 12号晚间的新政策发布 最受瞩目的就是法国将 强制医护人员接种疫苗 9月15号之前 医护和长照机构员工 都必须完成施打 否则将面临罚款的可能 这波政策推出后 24小时之内 有多达170万人上网预约接种 全法国最大的预约网站 Dr.Lib还因此一度挡机 有人干脆直接到现场排队 因为预约系统通知他 还得等上1269分钟 相当于21个小时之后 才能预约 疫苗政策引来不少民怨 但对部分家属来说 这是避免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遗憾 再度重演 今年3月76岁的法比恩 因为宽布骨折住院治疗 精怪已经打过疫苗 但他仍属于感染高风险族群 女儿指控 父亲疑似在院内 经由医护染上新冠 两个月后身亡 如此令人心碎的故事 一直在发生 除了加紧疫苗接种 欧洲国家也正面临 解封后的经济挑战 备好的食材 经过空调 透过厨师的巧手 这道菜并没有被装进外带餐盒 而是摆盘准备上桌 这里是英国 历经一年的封城歇业 餐厅重启 而且还能内用的时代 回来了 位于英国伦敦的Nopi餐厅 主厨是著名美食家 曾出版过11本食谱的奥托莲机 看着厨房重新动起来 但外场人员却严重不足 就算现在只开放餐厅 三分之一场地 服务生人力吃紧 还是忙不过来 原来在疫情爆发前 全英国约有一半的服务业员工 都是来自欧盟国家 如今全面重启 这些员工也因为脱欧后 移民法规繁琐 加上种种的不确定性 不回来工作了 强森政府正在立拼 7月19号如期解封 但英国正面临更大的经济挑战 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 6月份通膨率来到2.5% 原因是食品燃料等各项支出 都在上涨 英国国会13号表决通过了 具争议性的海外援助预算删减法案 首相强森认为 现阶段该把钱用在刀口上 先就国内经济为优先 要面临疫情后重启 与脱欧震荡的双重夹击 也让杨帆脱欧不再那么趾高气昂 让英国政府蜡烛两头烧 TBS新闻最后报道 东京奥运有很多新的规定 都是为了防疫 桌球的选手不可以朝球吹气 双手不能碰球桌 让中国的奥运强项 桌球队赶紧重新练习 备战冬奥中华桌球代表队 已经在国训中心密集训练两个月 因应防疫冬奥桌球比赛 禁止选手对手拍子球吹气 以及伸手擦桌子 面对新规定中华队表示 早有准备 发球前伸手擦擦桌子 这个小动作 不只是大陆冬奥桌球代表队员 马龙樊振东的习惯 也是许多桌球选手的反射动作 还有像这样朝着手和球吹气 多年来都被选手认为 可以让球和手部更干燥和干净 有利于打出更漂亮的旋转球 突然说要改 压力最大的恐怕就是 已经连续三届奥运 包下全部桌球项目金牌的大陆队 疫情期间的一些规则 你像不能拿手擦球台 包括这个吹气 所以我们现在就想尽办法 磨练运动员的抗压抗干扰能力 为了确保比赛万无一失 大陆还在赛前 根据冬奥规定举办模拟赛 因为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和冬奥发布的防疫规定中 有明定罚则 只要选手违规多次 就会面临罚款 甚至终身竞赛奥运的惩罚 TVBS新闻综合报导 你有没有听过很多人都说 在疫情期间 看起来好像万事都停顿了 但是从个人到企业来说 都是自我革命最好的一个机会 日本大厂富士软片 现在要变成富士医疗 它将迎头赶上 国际抗新冠的制药一列 从疫苗到所有的制药药材 富士一样都不想错过 一座底片相机起家 走过第87个年头的 日本富士软片 如今却以医药大厂的身份 在国际间打响名号 例如早从2008年 就正式进军化妆品产业 因为他们发现 相片中的主要原料 其实就是促进人类肌肤 细致有弹性的胶原蛋白 而造成相片褪色的主因 同样是使机不老化的氧化反应 不过他们掌握的 先机和食机不仅于此 那就是把老本行 用来产出彩色影像的维米技术 运用在进阶的医药科技领域 刚在6月新冠上任的社长后腾真一 已经在近期的访谈中定下目标 要把医疗器材与制药相关的销售额 在2026年提高八成到一兆日元 更看好未来会有更多海外大厂 委托制造新冠疫苗及药品 包括英国政府所下定的共6000万剂 诺瓦瓦克斯新冠疫苗 就是美国诺瓦瓦克斯授权 让富士软片的英国子公司制造 虽然防护效力宣称超过90% 但目前日本还没有核准通过 不过富士软片的医疗转型 并非从新冠疫情爆发才开始 早从2006年 他们就频频进行海内外的收购行动 几个主要投资包括2011年 把专做超音波仪器的美国公司 纳维全资子公司 四年后收购了美国医疗IT系统制作公司 汉衣间专做IPS细胞的企业 已进军药物研发 2018年则将制药公司 富山化学工业完全私有化 如今他们针对新冠病毒还研发出一套 只要75分钟就能得知结果的PCR试剂 以及可以检测出各种变种病毒的检验套组 而看准趋势即时转向的布置底片大厂 还有全球最大的烟草公司 Philip Morris 为了跟上趋势转型 这间烟草龙头破天荒买下 专门开发吸入试疗法 也就是对付烟瘾的药厂 因为这间公司曾与好几间大企业合作 协助制造吸入式产品 光是去年就创造2.45亿美元的营收 而就在这项收购弹成了前一周 一间专做口香糖帮助戒烟的丹麦公司 也成了Philip Morris的收购对象 超过百年历史的烟草龙头 希望未来可以把无烟产品的占比 提高到总收益的一半 同样为转型而努力的 富士软片新社场也阐明 并不打算卖掉底片和香剂事业 而是把它当成文化打底 继续传承下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纯柔顺 伯朗Pure 纯饮冷脆无加糖咖啡